- 大家好我是柴 - 大家好我是薯 - 歡迎收看第24集航分屬FQ 我們出國旅遊啊 如果到了不那麼觀光的地方啊 最麻煩的事情啊 應該就是語言不通 新手剛接觸股票市場的時候啊 就像是去了另一個國家 裡面說的每一個單字啊 都聽得懂 但是組合起來 有時候就會變成是 有聽沒有懂 什麼價量被離 蓋桶反壓 什麼利空出鏡有效突破 還有什麼資卷童真 籌碼凌亂 剛開始聽到會很懷疑 這真的是中文嗎 學一個語言啊 除了被大量的單字之外 更重要的是文法 也是單字的排列邏輯啊 而如果要聽懂 股票市場裡的人都在說什麼啊 就得先知道 股市語言裡面最常用的四個文法 分別是 基本 技術 消息 籌碼 是股票分析室啊 最常用的四個面相 而如果我們把股票化成一個金字塔啊 這四個元素的位置會擺這樣 首先是最重要的基本面 也就是一家公司存在的基礎條件 像是一個人的DNA組成和健康情況 是股票分析裡面最核心的基礎 基本面不好的公司啊 就像健康情況不好的放山機啊 你很難期待它可以生得出膽 專區市場也絕對賣不到什麼好價錢 所以我們經常聽到專家在講一些什麼 年報 季報 獲利營收 商品報價 年度當忘記等等啊 就是在做這些基本面的分析 而股神巴佩特最著名的價值投資啊 就是一種以基本面為依據的長線投資法 屬在把基本面裡面最常見的分析項目啊 歸納成公司資料 經營績效 和視況指標這三類 公司資料裡面有資本額啊 經營項目啊 董事長是誰等等 經營績效則比較多財報的東西 像是營收啊 毛利啊 EPS啊 禁止 鼓勵政策等等這些 視況指標則是用這些財報數據 跟這家公司目前的股價對比 來衡量目前市場對這家公司的評價 像是本益比啊 殖利率啊 股價禁止比啊等等這些 在這裡要先插播一下 因為我們這集的重點啊 是在介紹文法 而不是學習單字 所以這四個面向裡面的各種名詞啊 我們只能先簡單的帶過 之後我們會再分成四集 來一一跟大家介紹喔 接著是代表勢力分佈的籌碼面 目的是分析股票的分佈狀況啊 以推測股價未來的變化 什麼意思呢 我們知道一家公司發行的股票數量 來自於公司的資本額 每一股的面額是10塊錢 如果一家公司設立時的資本額是10萬塊 就有1萬股 資本額是10億就有1億股 這個股數是固定的 放到市場上交易時啊 規定每1000股印成一張股票 以張為買賣單位 我們假設派可老闆開的星球公司 總共有3萬股好了 也就是說我們的公司總共有30張股票 分別屬於派可 財屬3個股東各持有10張 有一天來了一隻小豬 想要買派可星球的股票一張 派可說他不賣 財出20塊 數出25塊 這時候小豬就只有兩個選擇 跟財買20塊或是跟數買25塊 不買就拉打 但如果派可星球這30張股票的分布狀況 是除了派可和財屬之外 還有 兩虎兔龍蛇馬羊猴 一共分站在11個股東手上 此時小豬來買股的時候 只有派可老闆依舊不賣股 這時另外10個股東啊 有人賣20 有人賣23 有人賣25 其中的阿猴因為急著想要賣股票 於是就出了低於所有人價格的18塊 希望小豬跟他買 結果小豬就跟阿猴成交了 此時派可星球的股價就掉到了18塊 意思是說 當籌碼也就是股票集中在3個人手上時 派可星球的股價就是由這3個人說的算 也會相對穩定 那如果平均分散到11個人手上 也就是俗稱的股權分散籌碼凌亂 因為每個股東持股的態度不一 當市場波動人心慌亂 就容易出現阿猴這種跑票便宜賣的情況 導致公司的股價不穩定 所把籌碼分析 分成分佈狀態和流動狀態 裡面最常聽到的包含什麼 農堅持股 阻力進出 農資農卷 還有我們介紹過的三大法文等等 都屬於籌碼分析常見的項目喔 欸那為什麼 PAC老闆就是堅持不賣股票 因為他是老闆阿 如果賣太多股票他就當不成老闆了 第三個是最讓人眼花撩亂的技術面 也就是將股價成交量和籌碼等等這些數據阿 以及根據這些數據運算出來的各種技術指標 透過線圖來標示 並且分析這些線圖 目的一樣是要推測股價未來的走勢 其中最重要的組成元素 包含分時價量 K線均線和成交量 常用指標 則包含買賣超 KD MACD 資券餘額等等 還有常見的幾種型態 像是頭部 底部 頸線 趨勢線 整理區間 V型反轉 多空投排列等等 在技術分析領域的理論學派也很多 最著名的三個像是 主張市場畢竟存在三種趨勢的道士理論 主張市場具有五上三下固定週期的 艾略特波浪理論 還有以K線均線相互關係為核心的葛蘭幣八大法則 鼠帳一路唸下來你有沒有覺得頭昏腦髒 如果會的話很正常 因為技術分析是股市市面最百家爭鳴 也最具爭域的領域 每個大師都有自己一套的解法和鎖法 像在八字論命一樣 所以技術派專家有時會被戲稱成線線是這樣來的 因為市場終究是難以預料的 近信線不如無線 用過去的一致來推斷未知永遠存在的風險 有時執著於徒學會這樣走 他偏偏就不會照你想要的那樣走 技術分析是不錯的參考依據 但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準確 之後我們也會有專門的幾集 從認識K線和軍線開始 來教大家認識技術分析的原理 最後一個是在金字塔頂端的消息面 他完全沒有什麼規則可循 就是滿天飛舞的各種消息 掌握真消息的人 就等於是裁判名槍之前就可以先偷跑 可以趨吉必修順便大賺一筆 但要是聽到假消息還信以為真 傻傻的跟進 通常很快就會被狡猾的作手宰殺出局 套勞慘培收藏 最典型的消息是每年差不多這個時候 就會開始演出蘋果三重重 一開始會有一堆間諜照出來 說今年iPhone會增加什麼什麼新功能啊 據傳又是哪家公司會拿走訂單啊 接著在9月的發表會之後啊 各方就會開始預估會賣多少支 開賣三個月之後最有趣 如果那時候你有每天看股市節目啊 禮拜一的專家會說 iPhone X因為賣得太貴賣得超爛 蘋蓋股賣壓很大啊 然後隔沒兩天喔 數不誇張真的是才隔兩天喔 專家的資料又變成 iPhone X的銷售優於預期 貢獻多少營收啊 蘋蓋股轉強什麼的 然後禮拜五又忽然變得暴爛 外資又開始紛紛下秀出貨量什麼的 如果是喜歡聽消息買股票的人啊 我覺得應該會先自我矛盾到瘋掉吧 只能說這些消息像月亮啊 初一十五不一樣 雖數把消息面啊 歸在金字塔的最頂端 能見度很高 但八成以上都是不重要 聽聽就好 只要公司的基本面啊 夠強夠好啊 這個金字塔就不會倒 消息面呢 就讓他們在天空飄過去就好 所以啊 在股票國裡面講的四種文法當中 最重要的還是基本面 複雜的從碼面和技術面啊 都是輔助工具 而消息面來的快也去的快 除非你都在做短線 或者是當沖隔日沖 否則對各種市場消息啊 真的要非常小心哦 以上就是這集關於股市文法的 夯番鼠FQ 這是一個關於投資理財的節目 每一集我們有幾分鐘的時間 分享一個投資理財的知識 和你一起提高FQ 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 請給我們一個喜歡 也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夯番鼠FQ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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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